接下来看到的是国际消息 乌俄战争持续在进行当中 而在乌冬城镇苏勒达尔 刚刚传出了大爆炸 炸毁了一间显然是由俄军占领的房子 俄国的国防部周五的时候才宣称 获胜已经掌握了整个城镇 但是乌军持续否认 表示激战仍在进行当中 从公开画面可以看到橘色火球冒出之后 是伴随着大量的黑色浓烟 还有残骸碎片喷向了空中 这原本是一栋绿色屋顶的建筑物 位在乌东的苏勒达尔 正由俄军占领 周五的时候俄军的国防部就已经宣称 在当地的战役取得胜利 掌控了整个城镇 不过最新的爆炸画面传出来 显示当地仍然是有乌军持续在抵抗当中 而乌军也表示激战都还在持续 但是也有军官表示 其实这个城镇的战略价值并不高 他们本来的任务就是死守 而且是尽量杀死越多 俄军越好给予致命打击 BN-21冰雹火箭炮一发一发往俄军发射 俄乌关键之战 激烈争夺乌东盐矿小镇苏勒达尔 乌克兰记者就在前线一公里外 亲自感受战争恐怖 俄罗斯声称他们已经拿下苏勒达尔 但乌克兰士兵说法完全不一样 苏勒达尔到底有没有沦陷 看现场影像最清楚 乌军直升机飞向战场 为了不让敌人瞄准低空飞行 另外一段空拍 看到喷上十字的乌克兰装甲车 穿梭在苏勒达尔废墟和烟雾里 士兵下车靠墙小心移动 四五个人才把伤兵抬上车后送 支撑机装甲车都在还设下无人机 苏勒达尔显然还在机站中 而尊丰克兰军说这早上 他们杀了百分之百 和尔废人在一个位置 近乎村的城市 当然是在专业的地方 他们没有提供证 我们没有能够证明 但是这也计划 治马云记 that fighting is still ongoing pretty intensively in that city 特别今天准备搞些第7号部战 77是com spreads going Liberia部или 一起 seekers 好 anymore 那有 meine安ポ thr die 三个的銀行 有所进行还是菲ент専用 terra 因为俄羅斯已经取得控制� played 提出界过的主 Bush 是已经 crude正在 dirig了 但乌克兰承认这场战役 俄军战术和规模升级 导致乌军伤亡惨重 特别是瓦格纳佣兵团 主导俄军这波进攻 对他们来说 如果能夺下苏勒达尔 就是俄罗斯去年夏天以来 唯一的重大胜利 从俄军视角来看 攻占苏勒达尔才能打通巴赫姆特 进一步前往克拉玛托尔斯克的 乌东重要大城市 而目前俄军大多兵力调到苏勒达尔 也没停止对巴赫姆特的空袭炮击 战况危急 波兰 捷克 斯洛伐克 匈牙利四国首都市长 亲自拜访基辅 讨论援助 另外德国先前拒绝给乌克兰 暴二主战坦克 现在波兰想送出自己的暴二 德国终于松口 不会以研发国的身份阻挡 苏勒坦克或许很快就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 加强乌军地面作战 TVBS新闻众口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